早上好,我是娃娃妈妈 现在是早上7点,我开始做早餐了 切点红薯蒸熟 这个红薯是那种不太甜的,但是熟的挺快的 再来切点葱花,葱白和葱绿分开来 打一个花生核桃露 最近孩子学习太辛苦,给他补补老子 顺便再蒸半边玉米 结式的这台破壁机,是我用过声音最小的 用它打出来的豆浆也很细腻 今天准备给他一个小惊喜 这种黄色的叫菇鸟,你们见过吗? 我是到北方才知道的 不到10分钟,红薯就面糊了 用勺子给它压成泥 再给它平压到手扎饼上 喜欢吃奶香口味的可以加点炼乳调味 再把手扎饼对折起来 切成约一纸宽的长条 再像我这样扭一扭,放到烤盘上 红薯扭扭棒就做好了 给它刷点蛋黄液就可以开始烤了 我用的是180度烤了15分钟 小白锅放油烧热,下葱白进去 炸成这种焦褐色的葱油,沉出来 再烧上锅清水 大碗中放葱花,干虾皮,味极鲜,胡椒粉,香醋,鸡粉 还有刚才炸的葱油 这是提前包好的馄饨 猪肉馅的,放入锅中煮熟 舀两勺面汤,再放入馄饨 热乎乎的主食就做好了 核桃花生露也打好了 小白锅放糖和水,比例是2比1 一直熬成这样的金黄色,冒小泡泡 把刚才的水果用牙签穿上 用筷子蘸一下糖浆放凉水中 能听到清脆的声音就可以了 把水果蘸上糖浆转一圈 注意不要烫到手 蘸糖的过程中锅不要关火 听一听脆脆的,和卖的一样好吃 今天的早餐娃娃可真是太爱了 虽然感冒了喝的药很苦 但是有糖葫芦呀,就什么都不怕了 估计没有哪个孩子能抵挡住糖葫芦的诱惑吧 大家感兴趣可以试一试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给我点个关注,强烈推荐吧 我是玩玩妈妈,我们明天见哦 这个时候,我们的观看 好多大家都知道 我们下期钟